今次說Progressive Test比Proportional Test有效,再帶多一個效果是什麼呢? 首先知道這兩種Test有什麼關係 Progressive Test是說當Testable Income增加的時候,Test Rate就會增加 而Proportional就是Testable Income增加的時候,Test Rate是固定不變的,先來解一下 A就不會選擇,講Test,然後再講到Government Revenue都是選不到的 Test當然收了錢,但你會打擊一些行為,反過來又會收回少一些資料 最終多還是少了,你就永遠都不知道 B,少了Admin Cost就不會,一般來說都是Base Income 兩種Base Income的時候,行政費都是一樣,都是這樣收 但我們通常說Admin Cost會高一點的是什麼呢?就是Indirect Tax 通常都會的,這就不關事 C,它就說More Equitable Income Distribution,這個是對的 因為Progressive Test,你收入越高,Test Rate越高 自然你減出來那個收入的差異沒有那麼大 舉個例子,有兩班人,一個是五千元收入,一個是一千元收入 如果在Progressive Test的話,可能五千元收收10% 一千元收收20% 然後Proportional的就是一樣,一樣,這樣好不好? 那好了,扣稅了,扣稅了 20%就是200元,這裡就是100元 減完之後,你會發覺那個Difference,在Progressive這裡 就會小了,本身是差一倍,現在沒有差那麼多 但Proportional就是450,900元,扣稅之後 仍然是差一倍,沒有誰的 所以你能夠令到Income Distribution More Equal就是Progressive Reallocation of Resources就不關事了,都是差的了 因為你都會想辦法避稅 令到那個Resources會擁有在Deathway Laws裡 甚至是跌上Curve位,如果你是收得很重的話 如果你是收得很重的話